忍忍~~ 那我們今天就來下我們忍走~~ 必須死了好不好 今天我們來看一下劍坊迷蹤好不好 昨天今天被許貴打爛了 我們就先來看一下算比較簡單的東西 劍坊迷蹤走起喔 那劍坊迷蹤的話應該就是那個啦 就是要跟別人一起來打一下 我們這邊的這個救援的東西喔 那我們就直接Let's go 好不好 應該就蠻簡單的吧我覺得 然後你就是可以地圖上看到的東西 然後你就可以發救援給大家一起來打的這種概念的感覺 好不好 應該是這樣子 那我們就來玩一下 虛無靈~~ 好不好 聖熱靈啦 聖熱靈走起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齁 水劍水劍~~ 好 出發 那這個卷軸啊 這種活動的話基本上非常非常建議大家就是 都好好的參與然後都給他打掉喔 應該會比較舒服一點點 你就可以就是 比較好的能夠就是那個 該怎麼說呢 比較能夠拿到一些獎勵啊 其實人人的這個獎勵算是蠻多的 你只要認真打的話 其實保護那些都是可以用的 蠻多的 而且勾玉也可以慢慢的累積 啊 應該是還行 因為這遊戲除了就是自己以外啊 再來就是比較重要的就是 要提升你自己的那個 忍者的機體啊 比如說像我們的那個 我忘記了 他好像不是會給你勾玉啊 他會給你就是那個 殺就好 他不會給你勾玉 他會給你鑰匙跟那個傑森服 看那個隕石是什麼東西 他怎麼突然會丟隕石啦 天啊 但是蚊子的話應該算是蠻GD的蚊子喔 應該還好還好OK 欸在丟隕石欸 出軌 什麼時候又有隕石這個彈幕了 太扯了吧 發射 好看來是OK的喔 反正多打的話你就可以多拿到一些 就是我們的那個卷子啊 跟我們一些就是抽獎的一些東西 所以其實慢慢打都OK 這次的話就要抽取這個龍寶幣跟龍行幣 這龍寶幣怎麼感覺很像 媽寶幣的感覺 媽寶的感覺喔 討伐成功 然後這邊的話你卡牌會越來越多 喔 有點像是你可以就是放更多卡牌那種感覺 然後 劍榜這邊的話呢 你就可以來升級一下你自己的一些東西 比如說 所有忍者都增加東西啊 或什麼樣之類的 所以 你會慢慢的越來越強這樣子喔 越來越強 那我們就繼續走起喔 我們先把自己的那個體積打高一點點啦 因為你如果沒打的話 一開始好像都是這種25等的 然後你慢慢越打的話就會越高這樣子喔 所以大家的話就可以就是 慢慢的讓自己的這個 角色打更難的關卡 然後再可以再去請求別人資助這樣子喔 然後你這個卡片應該是用完之後 就沒辦法再繼續用了 所以 可以留著喔 或是就是 留到自己想用的時候再用這樣子喔 舒服一點點 來來來 看來是沒啥問題 前面的部分的話應該都OK 就是他們好像都會丟一些 就是莫名其妙的技能出現 像剛那個火球就從來都沒有看過 好不好 那奇怪 蚊子怎麼突然丟火球了 好猛 蚊子突然丟火球了 欸 武士來啦 嘿 往下 往上 哎唷 欸 原來我跳起來是不行的 我想說 跳起來跟他一起跳起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看來是 沒辦法這樣子做的各位 我剛才一瞬間想說 欸那來啊 要跳一起跳啊 大家一起跳這樣子 就不行 不行這樣子好不好 來 喔 欸 直接拿到一個S級的這個卷子耶 還算是蠻爽的 因為他這邊的話 討伐令的話好像 每天都會補給吧對不對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有那個球員的耶 球員是不是就可以不用 喔 救援點 救援點的話就是你可以去跟別人救援這樣 刷新救援 但是這個好像是自己打的 這個好像是自己打的 所以目前來說好像沒有人在發救援給我這樣 所以我只能自己慢慢先打上去 所以每天的目標的話大概就是先把自己的這個救援 就是自己的那個卷子點出用完 然後再去弄救援這樣的感覺 應該是ok的 來 沒問題 看來一下 幹嘛 快走啦 天天醉 該走啦 為什麼還不走 你好 好 走了嗎 不走耶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為什麼不走 我踢人了喔 莫名其妙耶 真的耶 他應該是被卡住了我感覺 有可能是被卡住了 他可能是被卡住了之類的 來來來 來來來 現在來說都只有三個人出擊的啦 這種關卡都看起來比較簡單 你要那種就是五個人出擊的才會就是比較 難那麼一點點 然後十個人出擊的話就更難這樣 十個人出擊就要求恐怖這樣 哎唷又是那個隕石 那個隕石到底可不可以碰啊 我其實還蠻想要知道的 那個隕石到底可不可以碰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碰的那個部分 哎唷 完了 對啊 那個隕石怎麼都會到處亂噴 而且都噴那個奇怪的地方 有有okokok ok 開大招 應該隕石看起來像是我隊友開的你知道嗎 但實際上應該不是 我覺得看起來像是我隊友開的 但是其實不是這樣 沒問題 謝謝大家 這個龍寶幣又拿到了 而且拿到那個鑰匙有沒有看到 其實那個鑰匙就很不錯 你就可以拿他去那個 抽我們那個武器這樣 所以 其實你知道冷一段時間不抽什麼東西啊 其實 你的這個資源就其實會蠻多的這樣子 你知道就還行嗎 走起走起 走起走起 有嗎 還有一個擺爛沒有沒有準備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擺爛沒有準備 要準備好了沒 擺爛 他叫自己擺爛天啊 怎麼會叫自己擺爛咧 好 出發 擺爛 nice nice 走起走起 走起走起 可以喔 舒服喔 這隻的話是我們的四神了啦 我覺得四神來說的話 其實算是我一開始覺得最好打的BOSS了 直到他變成那個雪四神了 完全無法理解 那個雪四神究竟要如何去打 雪四神有夠扯 好不好 哇 你看四神 四神真的超好躲的 哇 但是 雪四神就不一樣了 可是還好一大堆彈幕是不能消的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吃我的 龍啦 再開大招 然後這個輸出打得不錯高喔 nice 而且那個菌石應該是 最有放的耶 可是那個位置很奇怪 沒問題 可以耶 其實擊殺的獎勵還蠻多的 那我們這邊 有人救援了 有人救援了 來來來 房間已滿了好快 但是可以可以可以 來來來 我來保護你 交給我 好不好 完全沒問題 交給我 來保護你 ok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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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看一下 這個的話應該就會比較難一點點的感覺 這個是歐流嘛對不對 特別來賓 哎呦 不是不是那個隕石 看 好 看到了各位 那個隕石是 是敵人的 不是我們的好不好 尷尬了尷尬了 不行了 夭壽 哎呦 又被撞到了 而且它那個是 持續的燃燒傷害耶 吃我的龍啦 水龍攻擊 並貼學杖 死吧 哎 沒問題 nice 有夠恐怖 恐怖到了幾點 哇 電量不足 我怎麼每次玩忍者 在路忍者必須死的時候都 都容易電量不足啊 哇 而且你打完他的這個 就是幫助的話 你還可以拿到 兩個討伐令耶 所以你去救援別人其實 又可以讓自己再有更多的這個討伐令 我們先把我們討伐令打完 試一下我再救援一下大家 這個多打的話其實還蠻好玩的 而且其實我覺得忍者必須使他是呢 是一款就是 能夠跟大家就是 互動蠻不錯的一個遊戲 只是可惜就是現在玩的人 就是比較偏少一點點 這點是 比較可惜一點點的 不然其實真的 真的還蠻不錯的 就是你可以那個 你可以那個比較好的就是去跟別人做一些互動 但這遊戲 缺點就是在於就是如果大家不玩的話 就會比較可惜 就比較會 會有點尷尬啦 因為東西的話都是要跟大家一起互動一起打 來 我的綠臉 又來了 這個 躲在下面沒辦法耶 歸 所以他現在動不動都會出現這個隕石的部分來搞我們 好沒問題 那最近大家有沒有開始打我們這一次的這個活動 大家都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你們打到哪裡 然後目前來說覺得 最恐怖的Boss是哪一隻 或是你們拿到最好的獎勵是什麼 都可以在下面跟你們分享一下喔 這個私底下的話我會打更多的這個 來幫別人救援一下 然後如果有一些就是 比較特別的東西的話會再來拍影片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些東西的話應該都可以在找時間 再看一下要怎麼弄 然後還有一些卡牌的部分 還有這個事件的部分喔 好那今天就先玩到這邊了 大家覺得這次的劍坊迷蹤好不好玩呢 也可以分享一下你們對這個活動的看法 那我持平台見囉 大家掰掰啦